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0月8号礼拜二 那么台湾股市呢 这个怎么今天是变这样啊 当然昨天美股的拉回 我们看到道琼呢 昨天算中错 但是昨天的台积电的ADR 它是逆势上涨的 所以呢这个当然呢 大家会说 那我们这个现在目前 降息这个希望是不是落空了 因为美国FED呢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降息两码之后 那当然呢通膨看起来呢 似乎呢是降温的 所以有这么严重吗 那反应在台湾股市 会形成什么样子呢 当然会讨论另外一件事呢 中国大陆呢 放完十一长假以后回来呢 早上呢一开盘呢 就喷出去了 但不对啊 但港股呢 这反而是拉回的 然后呢开始呢 这往上冲以后 这涨幅收敛呢 台湾股市呢变成一个 就是早上呢开始往下灌 跌了284点以后呢 到目前为止呢 跌幅在收敛了 好 今天10月8号 所以呢 10月10号礼拜四我们修市嘛 国庆日 然后呢 当然原本要公告营收的 10月10号的最后一天 要延到10月11号 也就礼拜五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知道 9月份营收 是的 好 知道9月份营收到底会怎么样呢 简单来讲 如果我的9月营收相当不错的话 我有可能会做一个很激烈的反应吧 有可能哦 这个包括 不创同期新高 或者创历史高的 这些当然看起来似乎不错 除非你的股价呢 正在 右上角 也就是说你股价本来是之前呢 提前就已经反应了 再往上冲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我如果年月都双征的话 而且我后续 我的动能也看好的话 那是股票是不是有机会呢 再往上冲 有机会 所以呢 今天的盘面上呢 就是发现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 即便 台积电 早上 曾经到997 各位997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到1000块 但是呢 他现在又回到1000块了 来重点是我们的跌幅 是不是收敛了 对 那他就在1000块附近 我昨天才在讲 说台积电啊 到了1000块 要站稳1000块好不好 要站稳嘛 你不能说 我到了1000块 然后又下去了 然后又到了三位数 然后又上来四位数 三位数 四位数 那是在那边晃 在那边整理 好的 那除非是站稳以后 我站在1000以上 再巴起攻击 好 台积电的法说会是吧 大家就会讨论这件事情吗 第二件事情 就是 那ADR在涨呢 基本上台积电 昨天外资有在买啊 但是昨天你看看台湾股市 整体外资 其实在台湾股市的琢磨 还没有自营商 加上投信来得多 那会变成 真的有这种效应吗 就是他们去操作入股去了 我先不管那个资金 有没有去入股 资金排挤效应 有没有在 第二 外资什么时候会回头到台湾股市 第一个 我先讲 重点来了 我们接着往下走的话 当然台湾股市 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国际的供应链 当然大家会 谈到这个有关于AI伺服器的未来 下礼拜 10月15号有一个OCP OCP的高峰会 这里面呢 大咖云集 在里面会讨论到有关于AI伺服器里面的 包括网路通讯的部分 包括整个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场展示一些 这些产品 那这里面我们大概掌握了一些 包括像双红这一类的 你如果提到双红的就是提到散热 提到散热一定想到艺人 这一次 这所谓的散热又是一个重点 所以那是下礼拜的事 但是我觉得它会提前 又会开始做一个发酵 大盘震荡怎么办 不对啊 细光子的股票 你说没赚钱没赚钱 我照样冲 细光子股票 真的很难很难去 把它定论说 你没有赚钱你冲个什么劲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CPU的供风霜 像细光子的技术 就是未来的光 取代电 这样一个技术能量 所以看起来似乎打不死 打不死的基本上呢 就会由股票的轮流来上班 上演这些什么上工的行情 好了 那基本上你看哦 营收有没有很重要 我觉得营收还是很重要 你看系统 营收发布以后 天哪 系统我觉得很夸张的就是 营收发布直接跳空上去了 上来了 成交量带着就直接供上去了 但是呢 供到这边亮灯以后 现在打开 看等一下还会再供上去 这个亮灯涨停板 好 那 我们总不能看一些 那个正在涨的 只要看一些那些 有拉回的股票 看能不能特别留意一下 我先给大家view一下 昨天 昨天12点35分 我发了个抠讯 和深阳半导体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他是昨天 大家昨天节目没有看到的抠讯 再来昨天节目有看到的抠讯是蓝天 昨天的10点9分 我们发的是蓝天亮灯涨停 台新科昨天也亮灯涨停 好了 那等一下 我们少了一个是雷科是不是 那没关系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这几张股票 先看一个中概股色彩的 但是重点来了 他突破前高以后 震荡超大的 蓝天 真的 你看今天69块3 早上 因为昨天涨停 我先讲 昨天成交张是16000张 可是今天我在录影的时候 已经37000多张了 也就是代表他量能放出来了 现在重点是 这一根涨停之后 他变成一个创高 短线 创高 好了 那你这样创高以后呢 基本上呢 创高就是产生获利 也代表一个过去的 那个在高档靠住的人 他今天可以来做调节 获利解套 好 蓝天的股本呢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 他股本有稍微大一点 中小型股里面 股本稍微大一点 可是就蓝天 那个每股净值有70几块 然后大家想一下 75块会不会将 是他将来的目标价 也有这可能性 在短线上 绝对有人采取获利调节 那量能放出来了 所以我们过去常常在跟大家追踪 我说蓝天 如果你要放的话 等到营收出来 你会发现 他第三季确实很不错 然后呢 这个震荡完毕 应该还有机会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好了 那申阳办呢 公告营收了 对吧 申阳办公告营收了 年增月增 而且他的这个 9月份的营收 创了他同期的新高 我们来看一看 台积电的好伙伴 那么也就是在 过去我讲过这个故事 我说如果这个股本不大 然后呢 这又是一个 所谓的金贝供电里面的 重要的三档股票 其中之一 台积电的未来 其实以金元薄化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认为 申阳办 那后续的动能会很强 但重点是 他股价也拉得蛮高的 前方高点 145.5 所以今天在挑战哪里 挑战这一个 挑战这个 139.5 这边当天 上影线这么长 4万多张 但今天量能 有放 外资 有没有去买 有 昨天买了多少张 我跟你讲 外资昨天在台湾股市 是买的不多 但重点是 外资去买的股票呢 里面包含了台积电 又包含了 申阳办 5732张 这个下手有没有中 我算是 算是中了 这是近期之内 已经有看到 又重新又再买回这么多了 好了 所以今天股价再往上 再挑战这个前方的一个压力区 来了 11月14号 我再讲一个关键数字 1114就是我们最后的发布 第三季财报的日期 所以从此看来 很多公司会在10月的下旬 就会开始发布了 一直到11月14号以前 大家陆续公告 第三季的这个EPS 好 所以看起来 不管我们去看 美股盈余也罢 不管我们去看 它的毛利率 有没有增加也罢 我们要看到很多的数据 来评估 我们的股价 现在是高档还是低档 它有没有受委屈 好 那如果是 它是受委屈的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它都会在 第四季做一个反应 好 那是哦 那那么好了 那今天看起来 有些股票呢 说实在的 我讲真的 你没有什么获利能力 但是你有很好的题材 所以短线上很多筹码 都进注在这个里面 好 那我们就要看看 真的有获利能力 而且还有题材性的股票 到底有谁 我先找一下字卡 给大家看 以前呢 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呢 都会思考一个关键 每当 到了年底 大家都在思考 今年的账本 前面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期望第四季了 最后的年底坐上 集团坐上 不管是投信也罢了 集团也罢了 公司派也罢了 怎么坐上 好 来过去 你们曾经来到100块以上 好的 我讲的是 曾经有在100块以上的这些股票 现在都没有在100块以上 也就是说 他已经 离开了百元俱乐部 请问 他会不会回来百元俱乐部 这是一个重点 那我为什么讲到这几档股票 其实我今天早上 在股东前哨的时候 也有谈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过去凭什么 可以涨到100块 对啊 那你为什么后来变成 离开了100块 也就是说来到了二位数 好 那是筹码结构的问题 好 我先假设 你未来会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那你有什么理由 不会重返百元俱乐部 这是我的看法 对吧 好 来了 刚才有跟大家讲了 介绍了一下 10月15号 到10月17号 所谓的OCP 怎么OCP呢 这个可能大家要去查一下 OCP的高峰会 OCP的高峰会 在美国举办 他每年都有 好了 这里面会探讨 今年会探讨的一些 所谓的技术 跟展出的一些产品里面 我看到有个重点 它就是散热 AI伺服器 一冷散热 好 那如果谈到一冷散热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双红 因为它是个指标性的一个股票 好 但是看双红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这几档股票 有机会吗 今天10月8号 麻烦各位帮队长记录一下 10月8号我们再谈 过去曾在百元俱乐部的股票 现在已经离开了 会不会重新回到百元俱乐部 今天来看这些所谓的内容 好 第一个 它叫石硕工业 过去机器人概念在大涨的时候 石硕一定有份 好了 那我们来想一下 石硕工业 它有机器人的题材 它走的是哪一块呢 它是波斯顿 波斯顿动力机器人 好 那这一块呢 它本身的零组件上面都有 模组合金这些都有 好了 那它就是一个机器人的概念 但 它切入了哪里呢 一冷快接头的零件CDU CDU 好了 在冷却装置里面的CDU里面呢 它需要是快接头 那快接头过去都一直在缺货 好 那现在重点 它第四季切进去了 最快 第四季这边会出货 最慢 明年第一季 如果用石硕工业 它今年的业绩来看的话 那我可以先讲一件事情 看下一张 好 不是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在里面 我找一下 先找一下 好 来 在这边 我先看它今年的上半年 先看上半年 上半年它赚两块六毛二 好 两块六毛二 股本不大了 大概十亿左右 然后去年 去年整年赚三点零四 就是三块出头一点点 来咯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第三季加进去 有没有会超过 超过 三点零四 来这边减一下 应该没问题 好了 我先讲没问题 好吧 那既然没问题 好吧 我先讲 既然没问题 它等于第三季就可能就超越了 所以今年全年度 理论上会比去年好好的蛮多的 那现在就是重点来了 好 那我就赶快进去看 为什么要讲那种在跌的股票 跟大家说 我问你哦 右上角 你是怎么碰 碰了你又担心 等一下又回档 是吧 好那我找不到什么右下角的股票 至少我可以找到一档股票 它短线上呢 基本上底已经足出来了 好大家请看哦 10硕 来 高点在这 115 是不是100块以上 对 115 噔咚咚咚咚 下来 咚到这里 来 又来了吗 8月6号 台股崩盘日 来到了最低点 这所有股票涨一模一样 来到了最低点 砰 打到这里 开始弹哦 弹弹弹弹 弹到这里 来 第一个高点 弹到这里 103 有没有回到100 有的 再拉回 再往上弹 又来100 再拉回 又跌出去100 再来 又是103 各位来 103 103 好 现在现在拉回了 再弹 弹到哪里 99 好注意哦 好了 你看哦 短线底有没有出来 我跟你讲 拉回到哪里 你注意看 这条际线过来 弹上去 跌破以后 又站回去 又站上去 没有站稳 又拉回来 好各位 现在在际线以下 这条白色是际线 好各位注意哦 短线上最低点在哪里 85.5 你看这个量能 昨天不是讲了吗 昨天的外资 这谈股市 琢磨其实并不深 对吧 刚刚看到了台积电 刚刚看到了深阳办 我们也看到了 诶 石硕来外资 昨天买了2276张 昨天成交张 6000张 外资买了2000多张 各位 他的这个 买进的这个比例呢 赞成交量比呢 大概是三成以上啦 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好那石硕呢 有没有可能 在今年的第四季 重返百元 你知道他重返百元 不用花什么力气 你可知道 真的耶 那如果现在88块左右 也就是在90块的附近 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来布局 我觉得是可以耶 为什么这样讲 10月15号开始的 OCP 里面双红要去介绍 再去讲他的这些 所谓的艺人的部分 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厂商 都加入这个行列 其中还有另外一家 叫做见准 见准啊 见准等一下 见准 我刚才有看到这个见准 对吧 也是一样 来了 一冷静默式风扇 你很难想象 我们现在风扇 可以跑到 一冷的静默式里面去 但是呢 他研发了很久 他终于这一次 在这一次的OCP高峰会里面 要把他的 一冷静默式风扇 给拿出来了 过去啊 我们的对见准的印象 他以前走车用 然后后来切到伺服器 然后呢 大家都认为 他是风扇风扇风扇 对吧 你这风扇 那不酷啦 风扇 你想风扇哪会有多酷 我们要讲的那种技术 最好我们听不懂的 CDU啦 快接头啦 这种听不懂的最好 因为感觉比较酷 风扇就是很基础啊 对 我跟你讲 风扇基础 根本就是还要用好不好 根本扫不掉风扇 你不管你AI伺服器 你通用伺服器 你通通扫不掉风扇 那我跟你讲再扩大一点好不好 我们从机房跑出来 我们从资料中心再出来 走到什么 走到生活里面 AI AI server AI伺服器 AIPC AIMB AI手机 来了 重点了 AIPC AIMB 这量比较大吧 量大 请问要不要风扇 当你拉到AI的时候 你是进阶 你是升级 所以很多的风扇 也必须要去做升级 光是GB200 NVLink 72型的机柜 有18层 18层你们要用到257颗的风扇 很惊人 非常惊人 它比通用型伺服器 要多了好几倍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风扇其实是个好生意 而且见准我认为 我的看法 我的认为是这样 93块2 大盘再拉回 见准的最近成交量也没有很大 现在呢在季线的附近 注意看 好 啊 见准哪 142也 好 有没有 好 这做头嘛 阿底一样 好 拉回来就这天了 无庸置疑 看到这个低点通通都叫8月6号 有没有 低点下你线 然后呢 再回来回测低点 有没有回到8月6号 大部分的股票呢 基本上理论上不会回到8月6号啦 8月6号最可怕嘛 就灌下去嘛 好了 然后呢 再一次测底呢 是垫高了 85.5 再一次再回来呢 再来测是86.4 所以都没有了 再回来了 好了 现在底部垫高了 各位想一下吧 散热里面有非常多的零组件 当我们去看到散热在讨论一冷的时候呢 我们却把风扇给忘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觉得见准在第四季应该有机会再重返百元俱乐部 好 这是我另外讲的标的 我现在就谈这种 所谓重返百元俱乐部的概念 好了 那另外再来看一下 低轨道卫星 我相信大家都过去都听了很多 但低轨道卫星在现在目前有产生一个转变 什么转变呢 就是过去我们曾经发射了 好几年前我们曾经发射到的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的寿命没有很长 它会准备要有一个态患的周期 就这么巧到了2025年呢 这个泰患周期就来了 所谓的过去曾经在运作的低轨道卫星呢 使用期限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去做更新 请问更新要怎么更新呢 我们更新就只好重新再发射 再上去了 那所以呢 更新算不算一个商机 更新算商机 但低轨道卫星里面有很多的零组件 好现在重点来了 讲到加邦你第一个联想到 它过去做天线的 对吧 做天线的 它切入低轨道卫星的部分呢 那这个低轨道卫星的天线的部分 大概占它的营收比 大概占比大概多少呢 现在大约是10左右 但是呢 它的明年大约会是20%左右 也就是低轨道卫星 在它的里面的占比会是提升 那么如果低轨道卫星的这些产品里面 我们讲的重点会是 往天空走 当然它的毛利会比较高 但是不管是天空或地面 加邦都有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所看到的加邦它是隶属哪个集团 跟它同样一个集团 金星集团 不 华星集团 华星集团 因为金星也是华星旗下的嘛 它是什么 它有点类似像中概股 中概股 PCBA PCB跟PCBA是不一样 PCB是印刷电路板 PCBA是印刷电路板组装 好的 那PCBA 那金星为什么今天亮灯涨停 难道它就是中概股吗 不 你去看金星的9月份的营收 它营收是不是拉上来了 对 而且呢 它的股价呢 也是 整理了很久 好不好 整理的整久 好不好 现在是低档的 位阶比较低 所以变成什么 股价便宜 营收上来了 所以它会反映 所以你说营收中不了 如果营收不怎么样 它还晃在那边 但营收一旦反映出来了 嘣 立刻亮灯涨停 虽然中间有打开 但是呢 重点是 以前都没有亮 今天就放亮上来 嘣 好 华星集团旗下成员的金星 亮灯涨停了 但是呢 金星有可能会是 年底作帐的指标吗 我觉得比较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年底集团作帐 开始标的在动了 它还真的 有可能会去联动 为什么 它股本也不大 第二 它股价也低 好 那为什么刚刚讲到 加帮 加帮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百元俱乐部的价位在哪里 当时上到百元俱乐部的时候 是 砰 一下来到107 对吧 107呢 来这边8月6号打到哪里 69块6 我的妈呀 69块6的加帮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以它的获利能力来讲的话 以它 它后来扩产以后 它的营收 这样子来看的话 确实是可以买 但没人敢买 好吧 台湾股市那时候 大家都喊说要崩盘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要买 所以但是拉了一条下引线以后 从此以后 脱离这个低点 以后就往上走了 然后回来回测 注意看 你看它测哪里 82 你看它回来到哪里 81块4 好了 就没有再来了 也就81块4以后 没有来到81块4的低点 慢慢的量就开始慢慢有点放出来了 微放 昨天量有放出来 5000多张 但今天好像有点量缩 但重点来了 这档股票呢 基本上呢 14.8亿的股本 我真的要这么讲 如果集团坐上来看的话 第一个 我的未来是要前景的 刚刚讲过 第一个到卫星的天线 这部分呢 它的占比是提升的 那第二 我股本不大 我好操作吧 第三 我的获利能力良好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今年的加帮 确实 看起来目前本益比14倍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所以请大家记录起来 好不好 三档股票 有机会重回百元俱乐部 如果当你这样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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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最后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跟大家所讨论的 不管去看均好 不管你去看雷科 不管你去看智胜 这一类的股票 当时还没发动钱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认为 它可以涨到 比如说智胜 它可以涨到263块 这是你在 我节目里面所看到 我们那时候讲说 落后补涨的会是智胜 均好 你现在看看均好的股价的位置 161.5 今天161.5是要挑战 前面那个高点 当时有8万张的成交商 在166块的高点 当天收在149 所以上影线很长 但今天居然 他来到哪里 161.5 也就挑战这一天的 套牢的筹码 很吓人吧 那好吧 我看一下均好 来请大家看一下 均好的上半年赚不到一块 股价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什么样 台积电们真的生龙火虎 台积电们过去的设备 他们就是过去的设备 现在的矽光子联盟 是不是我们所讲的 台积电不一定会大涨 但台积电股价如果撑在这边 未来前景是看好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积电们发挥的空间才大 因为他们都是中小型的股票 好那你看今天雷科不是这样 来雷科 但他最低在哪里 74.6 不是但如果今天大盘 如果这样真的杀下去 那大家想说啊 陶啊 打下去在那边卖 结果后来现在目前的位置在78.1 不要说他今天还要冲到79.4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前方的高点在这边 这是在今天测试这里 794刚好到啊 不是吗 对耶 794刚好到耶 就来到这里啊 所以看 昨天的外资有没有买 有 刚刚跟大家讲了 昨天外资是不是买深洋半 昨天外资又买了什么 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 哦 石塑工业 也是2000多张 哦 来 这个也是买2000多张 2313张 外资买雷科 近期 回来算买的数量比较多的一天 好吧 注意看哦 哦 会吗 你说他会不会 好 来我再重新温习一下 过去曾经讲的 雷科 过去曾经代理 德国的 德国的这个设备 对吧 德国的设备呢提供先进封装 这些设备 提供给台积电台积电在用 台积电用了以后呢 他又自制的研发 然后自制发展这些设备 然后交给了封测厂 谁啊 日月光 这一类的封测厂 交给他们来认证 抓一抓时间点啊 如果认证要过的话 时间抓一抓的话 应该也在第四季啊 如果认证让他过了 因为台积电在使用那样的设备 所以未来我们讲台积电 他可能用同样的规格 然后封装厂啊 测试厂啊 他们也会怎么样 用同样的 大概同样的东西 来去操作 所以雷科他是有机会的 而且股本不大 这是我不在 我一而再再三的在讲 你说啊 这个雷科的获利面 还没有提升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雷科 他今年上半年 赚了一块四毛六 有没有比君豪多 有 君豪多 一百六 雷科多少 所以获利现在不是重点 没错 获利还不是重点 什么时候会是重点 第三季 财报 好吧 有仇不报仇那才怪 那就是说我获利良好 我怎么可能让我自己委屈 所以今天我想 大家在谈 大盘这样拉回 我们要很金吗 默默默默默 大盘拉回才是机会 再跟你讲 大盘大涨 你根本又没有机会了 一开盘就开高的 那今天大盘的拉回 反而给你的机会 敢动吗 不敢 因为这个很可怕 很可怕 你看震荡 你看 刚才又差不多跌了快200点了 现在又拉回来 又130点了 现在又跌了100 这是谁造成的 台积电 大家请看 台积电的上下挡 真的会影响很大 所以你得适应一下 不要一直看着指数来做股票 要看它实质的内容 所以今天如果万一 我先讲 你心里面会有很多想法 说我现在持股这边 我到底是留着 拼它第四季 还是说我要把它换掉 我去买更好的股票 第四季更有机会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 有可能重回百元俱乐部的 这些股票 给你当参考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股票 然后你觉得你第四季 还不知道不确定 这个股票到底能不能解 还是说我要不要换 好吧 欢迎大家 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要很认真的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麻烦你 把你手上的持股 写在里面 我来看 好不好 我们就先讲第四季了 我们都不讲这个明年 怎样怎样 不管 我们看第四季这个股票 有没有机会 真的没啥机会 我们是不是要换股 真的有机会 我们又何必换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大家很多投资人 他不懂说 我现在留着股票 会不会他现在很弱势 然后我现在干脆把它卖掉好了 你别忘了 弱势有时候是一两天之后 他立刻转为强势的 你看蓝天当时把你洗得 让莫名其妙的 后来你可以赚钱 即便他今天震荡很大 但是我讲个重点 就是说 他一发动就连续发动 所以有时候会错失那个机会 我希望你不要错失掉 所以今天先来做这件事情 把大家的持股 好好的来看一遍 欢迎大家把你的持股 写在我们的赖里面 让我好好的来看一下 我会给你建议 换股 还是续报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llo,进行转换匠